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264集 还有什么事比你哥哥的事更重要吗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在找你哥哥 只可惜 说到这里 周月儿停了一下 做出一脸同情的表情看着他 择舍又摇头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纳兰宇得知他哥哥 已经湿成大海的消息 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他又觉得 直接告诉纳兰宇不够过瘾 不如折磨他一下 更刺激 纳兰宇一颗心沉了沉 双眸直直地盯着他 只可惜什么 想知道是吗 求我呀 求我我就告诉你 周月儿 你不要得寸进去 纳兰宇气愤地朝他冲过来 但是被旁边的人给摁住了 周月儿眸自一领 上前一步 抬起他的下巴 怎么 就你现在这样 还想来打我吗 周月儿甚起凌人 就好像随时能把他一脚踩死 纳兰宇立谋盯着周月儿 他深知 这个时候跟周月儿来应的 只会自讨苦吃 还不如低以自投 毕竟是为了哥哥 一切都值得 纳兰宇软下语气来 我求你 你到底知道什么 周月儿挑眉 对旁边的人问道 求人 都是像他这样的吗 求人都是跪下来 才显得诚意 纳兰宇 听见了吧 跪下来 周月儿好不容易 等来报仇的机会 不把纳兰宇折磨个半死 难解他心头之恨 纳兰宇呼吸于重 他敢保证 即便他现在跪下去 周月儿也不可能 爽快地把话说出来 况且他还不知道 周月儿到底是真知道什么 还是只不过借这个幌子 想羞辱折磨他 周月儿高高在上 像个女王一样 等着纳兰宇给他下跪 而纳兰宇 虽然沦为阶下囚 但也没有失了气势 他谋色一力 抬起手肘 用力撞向 压着他的男人 男人捂着胸口 一脸痛苦地跌退了几步 纳兰宇挥手 又是给另一边的男人一拳 打得他满地找牙 周月儿见状 顿时慌了 转身就要跑 来人啊 救命啊 纳兰宇顿觉不妙 外面肯定还有人把守 他几个剑步追上周月儿 一把将他抓过来 果然 外面冲进来几个人 别过来 纳兰宇手指扣着周月儿的脖子 你们别过来 别过来 周月儿连忙白手 让他们别过来 吓得声音都在发抖 比起刚才那个趾高气昂的女王 此刻比阶下囚还要狼狈 纳兰宇 你到底想干什么 说 你到底知道我哥哥什么 你 你先放开我 你这样夹着我的喉咙 我 说话不利索 周月儿磕磕巴巴地说道 一来是担心纳兰宇一时冲动 真的把他给掐死了 二来是忽悠他放了自己 不管怎样 先保命再说 少跟我玩花招 快说 纳兰宇才不会愚蠢到上他的当 手上的力气重了重 周月儿被掐得顿时就红了脸 睁着嘴说不出话来 但纳兰宇只是吓唬他一下 随后就松了松手 纳兰宇 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大不了就一起死 你觉得 我现在还会在乎这些吗 纳兰宇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又怎么会被他吓到 周月儿没辙了 纳兰宇没时间跟他浪费 说道 快说 其实 其实你哥早就死了 周月儿有点不敢说 但是又不得不说 害怕刺激到纳兰宇 一气之下 把气都发泄在他身上 纳兰宇猛的一阵 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他把周月儿转过来 面对自己 你 你说什么 纳兰宇面色发白 双目擎着红血丝 声音更是颤抖得厉害 见纳兰宇这样 周月儿有点害怕 你 你哥哥早就在几个月前的枪战中死了 你就不要白费心思了 趁着纳兰宇失魂落魄 周月儿一把将他推开 逃离险境 纳兰宇亮腔不稳地退了两步 摇着头 不 不可能 我哥哥不会死的 你骗我 你骗我 他们曾说好 要一起长大 一起变老 也说好今年一起过年 还要一起去爬山 等他爬不动的时候 哥哥像从前一样背着他 还要一起去看日出 还要带着他去旅行 还要看着他嫁人 还要 眼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 纳兰宇又倔强地抹去 不可能 他不相信 哥哥就这样走了 他不相信 不信的话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周月儿给旁边的人递了个眼色 旁边的人会议后 搬来一台笔记本 然后两个人捣鼓了一下 黑漆漆的前方 居然出现了一块影像 影像不是很大 大概是个普通电视机 那么大的一块 但画面却很清晰 这是周月儿 特地为纳兰宇准备的 纳兰宇的情绪 还很难平静下来 双眸空洞地盯着墙面上的 那个影像 直到影像中 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尽管镜头有点远 他依旧是一眼就认得 哥 他激动地冲上去大喊 手伸出去 触摸到的只有冰冷的屏幕 而那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 让他牵肠挂肚的亲人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哥 哥 纳兰宇悲气地喊着 隐忍在内心许久的称呼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 跌出眼眶 可惜 他哥哥听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画面中 纳兰宇的哥哥在一艘船上 船只漂泊在浩瀚的海面上 船上似乎还有不少人 他哥哥在船板上走来走去 手握着望远镜 好像在看着什么 没一会儿 他又进了船舱 一分钟后 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走出船舱 三个人像是在商量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突然传来砰砰的声音 纳兰宇吓了一跳 那枪声 比现实中还要让纳兰宇惊慌和害怕 目光紧盯着画面中的哥哥 看着他慌乱地躲避 纳兰宇恨不得 能变身到画面里去保护他 可是他不能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上 乱成了一锅粥 后来也有人发出了反击 但是火力明显不如对方猛烈 他们很快就死得死 伤得伤 有人在慌乱中 甚至还掉进了海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